陆璇稍微观察一会 来到那一堆断壁残垣面前 从储物代理取出孙云明赠予他的一枚玉印 激发后 玉印涌出层层灵光 落在墙壁上 激起阵阵涟漪 一个仅容一人的通道 出现在陆璇面前 他没有迟疑 赶紧进入通道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昏暗区域 里面修饰不是很多 百余人的样子 全都在观察着摊位上的许多材料 陆璇沉默不语 缓步行走在摊位间的小路上 宁神观察着两边摊位上的货物 上面出售的宝物 与黑星城外面 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千奇百怪的材料 破损 甚至带有黑红血字的法器阵盘 还有许多阴气弥漫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事物 他看了看 最终在一处摊位前停下脚步 道友 这脸中型法器是什么来临 摊主容貌隐藏在一团浓郁黑物中 陆璇指了指摊位上的一件法器 向他询问道 法器是一口清黑斑驳大钟 里面密密麻麻挤着无数阴魂 靠近时 耳畔似乎响起无穷无尽的阴魂哀嚎声 这是四平法器丧魂中 里面封印着数不尽的阴魂怨念 对敌时可以将他们释放出来 干扰 围攻对手 摊主粗着嗓子 向陆璇介绍道 我有几分兴趣 不知价格多少 陆璇左右端向着清黑大钟 好奇问道 最近搜集到的妖兽肉 惊血啥的有不少 但由于一直是集体活动的缘故 不好动用隐魂灯出来招魂 所以没有弄到多少阴魂怨念 阴间小院里 圣阴果 阴枯木 然魂花都是吃魂大户 这件丧魂中法器里面的阴魂 可以用来过渡一段时间 道友若是有益的话 六千下品灵石便可拿走 六千 四品法器的话 略微贵了一些 这件丧魂中里面的阴魂 虽然不知有多少 但只能对付那些低阶修士 用来对付同阶修士的话 估计收效甚微 这样吧 五千两百灵石 道友觉得如何 陆璇按照惯例 砍了一大刀 两人掰扯一阵 最终以五千六百下品 临时成交 阴魂什么的 暂时不用太过担心了 他将丧魂中法器 收入储物袋中 暗暗感叹道 别人使用这类协议法器 都是直接攻击 手段歹毒 而我 却都是用来培育那些协议灵直 不沾滴血 实在是过于和善了 没办法 一切为了种田 陆璇心中感慨万千 若是被人知道珍惜难得的四品协议法器 被他用来培育灵直 绝对会被人骂抱舔天物 可惜 他人不懂灵直师的乐趣 买得这件丧魂中法器后 陆璇心情大好 只觉得不需此行 继续在各处摊位上仔细观察着 突然 缩小身形藏在他衣袍里的妖鬼藤 伸出一小结灰黑藤腕 轻轻点了点陆璇手肘 陆璇心神凝聚在他身上 顿时得到他传递过来的念头 你说刚刚经过的地方 有一枚特殊灵肿 他眉头微皱 什么灵肿 竟然会让我这培育无数灵直的灵直师 分辨不出来 他脑海中一道念头闪过 最终还是选择对灵肿之类 极为敏感的妖鬼藤 要知道 灵田里许多珍惜高品皆灵直 可都是他帮着找出来的 他装作折返 不经意地来到一处摊位前 摊位上的材料稀奇古怪 各种妖魔斜碎海骨 精血 皮囊等 完全看不出哪件事物 有着灵肿的影子 摊主是一名神情木讷的中年修士 陆璇却在他身上 察觉到一股危险气息 不敢多去探查 低头望着摊位上各种材料 道友 我可以好好观察一下吗 这些材料都不是很熟悉 他向摊主问道 摊主微微点头 表示同意 陆璇装模作样地 拿起一张常有诡异瞳孔的皮囊 仔细查看后 将其放下 继续查看另一件材料 直到拿起一截獠牙状的骸骨时 躲在他法袍里的妖鬼腾 轻轻点了点他的胳膊 陆璇心中一喜 神情却看不出丝毫变化 手中骸骨像是一截断裂獠牙 表面浮现幽黑光芒 里面似乎潜藏着一股邪意气息 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灵种的成分 心中虽然这样想着 陆璇还是决定相信妖鬼疼一次 出声问道 道友 这截獠牙是何来历 有什么作用 从猎杀一个妖魔身上得来 里面蕴含浓郁魔器 很可能为无品材料 对于某些修炼魔工的修饰来说 是难得的宝物 木讷中年修饰缓缓说道 你有兴趣的话 一万下品零食可以拿走 这也太贵了 若是真的无品材料 这个价格还算公道 可道友自己都不敢保证 叫我如何感冒那个风险 陆璇摇了摇头 对这个价格不太认可 这样吧 我七千零食买下这节海骨 如何 八千 最低价了 中年修饰简单留下一句 便不再说话 静静站在摊位后面 陆璇试图再砍下架 见摊主不为所动 只得同意 行 八千就八千 他取出八十枚中品零食 交给中年修饰 从他手中拿的那节 幽黑獠牙骸骨 买下那味之灵种后 陆璇继续在黑市里闲逛一会 没有找到新的新衣宝物 便退回黑星城 找了处无人角落 恢复本来面貌 回到小院中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连我都看走了眼 他来到灵田处 迫不及待地 将那节幽黑骸骨取出 种入鳞壤中 心神凝聚在骸骨上 一道念头 在他脑海中浮现 鸟骨魔种 六品 蕴含一丝 域外妖魔 鸟骨魔的本源气息 通常将魔种 植入麾下骸骨妖魔体内 吸收各类神异骨髓精华 成熟后 可以吸收炼化魔种 攫取里面的特殊魔器 极大促进自身成长 领悟天赋神通 以血肉身躯为灵田 各类骸骨为养分 结疗骨神通 六品 念头消失 陆璇先是大喜 很快又陷入沉思 魔种 什么东西 看脑海中出现的信息 未免太过霸道强横了 他情不自禁地想到 在了解到这节未知 骸骨魔种的详细信息后 陆璇一时之间有些恶然 他先前培育了无数灵殖 普遍都是种植在灵壤里 吸收灵气 品阶高的灵殖 还有些特殊生长条件 但灵壤灵气 这些都是基础 哪怕是阴间小院里的 众多协议灵殖 也逃脱 不出这个范畴 众多协议灵殖 虽然生长过程中 阴间了一些 甚至诸如百童鬼木 圣因果等 长期培育的话 无形之中会对灵殖师 造成不利影响 但那些都是一些被动效果 与眼前的疗骨魔种相比 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这魔种 可以要直接植入生者体内 以其血肉为灵田 海骨为养分 供养魔种 直到其成熟 作为它培育的载体 魔种成熟后的结果 可想而知 不愧是域外妖魔 连培育魔种的方式 都如此霸道歹毒 我究竟要不要种植 这一疗骨魔种吗 陆璇陷入沉思之中 要种的话 必须得找一个 合适植入魔种的妖魔 或者斜碎 再以各类海骨精华 滋养魔种 时机合适的话 种一下也未尝不可 也不是想要光团奖励 就是想看看 魔种成熟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暂时将那疗骨魔种 用玉盒装好 再用多张驱鞋隔绝类服录 将其封印 收入掏虫囊中 很快 又到了即将分布任务的时候 还是像上次那般加入小组 领取巡查城池内外 清理妖兽这些任务的话 有些不太合适 或许可以独自再深入一些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多几人行动 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 反而让他有种束手束脚的感觉 大量宝物不便使出 杀掉的妖兽魂魄等一些材料 也白白浪费 他决定 这次试着独自行动 通过上次任务的观察 哪怕再深入一点点 碰到的妖兽邪碎 扔在可控范围内 他能够轻松应付下来 想到就做 他毫不犹豫 找到天剑宗 留在黑星城修为最高的周琦住处 陆师殿 找我何事 周琦见到陆璇 脸上浮现一丝和善笑意 周师兄 我这次过来 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有关任务的事 怎么 陆师弟想领取一个 比上次更轻松的任务 那可能有点难度 毕竟 师弟你助击中期的修为 在黑星城内 已经相当不错 若是留在城里 做一些巡逻任务 虽然轻松 但也会引起其他修士的非议 不是 周师兄 我这次不是想获得额外照顾 恰恰相反 我想获得一个 能深入猎杀妖兽的机会 陆师弟怎么有这种想法 周琦神情一愣 据我所知 你并不擅长斗法 再深入一些的话 可能会碰到什么危险 陆师弟再考虑一下 陆璇摇了摇头 正义凛然地说道 师兄 在见到那些魔化妖兽 斜碎等造成的万般惨状后 我心中无比愤懑 现在满脑子只想着 多杀些妖兽斜碎 让自己心情畅快 周琦文言 肃然起敬 陆师弟能有这种想法 实在是让师兄佩服 不过 师弟若是有丝毫闪失 回宗后 我可不好跟那几位 结单师叔 真传师兄交代 周师兄不必担心 我助击中期的修为 可是实打实的 加上出来之前 给自己准备了几份不错底牌 自身又素来谨慎 不会将自己陷入贤地的 再者 若不借着这个机会 多多锤炼一下斗法经验 怎么去多杀几头妖兽斜碎 陆璇义正言辞地说道 演技之精湛 几乎快要被自己给感动了 好 那我就去说一下 应当问题不大 筑基圆满的周琦 作为天剑宗此次助手任务的领队 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数日之后 一道俘虏来到陆璇小 在阵法外震荡不休 正在给水银草嫩牙 施展凌羽术的陆璇 停下手中动作 将俘虏取来 果然 任务形式改变 让他独自行动 一个人渗入城外更远一些 主要清理出现发现的 妖兽斜碎 总算是可以放开手脚了 陆璇脸皮浮现一抹笑意 将灵天的众多灵质 稍稍培育一番后 便独自来到黑心城外 来到城外 他发现 类似这样单独行动的修饰 并不在手术 大部分都对自己实力 有着充足信心 活动范围基本在黑心城 百里开外 一下增加许多 与此同时 风险同样提高 毕竟 这里已经接近黑魔渊外围 能出现在这里的妖兽斜碎 实力会普通强大一些 陆璇深入一段距离后 敏锐临时扫过 方圆数理范围内 都没察觉到异常气息 心中大定 念头一动 高空上墨地出现 一道细长裂缝 一颗灰白眼瞳 从裂缝里钻出 扫过下方 旋即消失不见 他抬起手 手掌同样出现一道细微裂痕 一颗拇指指尖大小的灰白眼球 凸显出来 将虚空眼目观察到的视野 分享给陆璇 有了虚空眼目 这个最厉害的侦察兵 安全指数直线上升 陆璇暗暗想到 随机取出掏虫囊 临时深入其中 一颗淡红肉丸落在地面上 高高蹦起 许久才停下来 正是一直放在掏虫囊中的 灾及斜碎肉灵神 淡红肉丸在地上滚来滚去 粉白眼瞳一直停在顶端 带着几分忧怨注视着陆璇 薄薄淡红血肉 像是水草一般在空中浮沉 露出里面众多嗷嗷带补的尖锐裂口 就知道你饿坏了 别急别急 马上点你吃的 陆璇见到肉灵神这般 忍俊不惊 飞行城里有着杰丹真人存在 院子防护阵法一般 他怕遮掩不住 这头灾及诱生斜碎的气息 便一直没有将它放出来 直到今日行动 才让这淡红肉丸 有着大餐一顿的机会 妖兽肉自助餐 各类三品四品妖兽 其中不乏异化品种 量大管宝 陆璇单手一挥 大量妖兽血肉出现在地面上 将淡红肉丸围主 淡红肉丸脑袋顶上的粉白眼瞳 转来转去 一时间有些看不过来 他身上血肉皮草张开 一道道长有尖锐牙齿的裂口浮现 朝着周遭众多血肉 用力一吸 顿时 所有血肉化为漫天血物 尽数渗入肉灵神体内 幽暗森林中 古墓参天 四处传来各种异样响动 陆璇静静站在一株 直经大半丈的巨大灵木旁边 一个镂空白骨小球浮在身前 突然 森森白骨小球瞬间变化 化为一面白骨盾牌 砰的一声响 将从灵木背后偷袭过来的一条 粗大黑蛇挡个结实 就在这条三品妖蛇想要逃跑时 白骨盾牌继续变化 化为一张白骨网络 将妖蛇缠住 越擂越紧 直到妖蛇奄奄一息 最新鲜的自助 多吃点 陆璇朝着脚边淡红肉丸笑了笑 趁肉灵神吸收妖蛇血肉化为的血物时 一柄诡异灯笼出现在他手中 灯笼里面 一节苍白灯竹 似乎感应到什么 使得下方无数如同触手的细长灯碎 微微晃动 陆璇输入一丝灵力 灯竹上的苍白火焰燃烧更甚 刚死去不久的妖蛇魂魄 逐渐显露身形 在空中一副随时都会消散的模样 给你找个地方 作为你这阴魂的栖息之地 作为回报 等我需要你时 作为我阴间灵直的养料 也不过分吧 陆璇淡淡说道 望着这件四品的隐魂灯法器 将妖蛇阴魂射入灯笼里面 化为灯竹下方密密麻麻 无数怨魂中的一员 独自行动这点就是好 可以吸收死去的妖兽魂魄 没有让它们白白浪费掉 虽然过程不太符合正道修饰身份 但我作为一个灵直师 充分利用每一点资源 培育灵直 也说不上什么错吧 起码没有用来炼制阴毒法器 攻法 祸害别的修饰 陆璇厚着脸皮想到 他进入这片区域 已经有半个月 这期间 猎杀了不少异化妖兽邪碎 让肉灵神称得 完全成了一个浑原球体 有了虚空眼目 观察四周情况 发现有修饰来到他附近时 他便收敛自己行为 有意避过 所以一直没有与其他修饰碰面 不怕被人发现 肉灵神以及隐魂灯 白骨魔魁等邪意存在 他也就没有特意隐藏气息 改变容貌 等蛋红肉丸吃了个饱 陆璇便继续在这片区域内巡视 嗯 那人好像一位同门师兄 突然 他停下脚步 望着手中那枚凸显的灰白眼瞳 通过不断在高空中游夜的虚空眼目 分享出来的视野 他看到两名修饰的身影 其中一名还颇为熟悉 有过一面之缘 前段时间 万妖窟伏地不少灵兽 被一种名为迷新灰虫的一虫 轻袭污染 苍无真人邀请陆璇前去检查 认识到一名筑基圆满 擅长御寿的师兄 名为陈洛 他身旁另一人却没见过 两人左顾右盼 似乎在搜寻着什么东西 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呢 陆璇心中犹豫 难得见到一位同门 而且是他的师兄 若是刻意避开的话 不合理解 但他与这名陈洛师兄 有些对不上眼 在解决迷新灰虫的侵入问题后 他曾向自己讨要过 湖州出来的一本奇虫古籍 被陆璇蜿蜒拒绝 陆师殿 好巧 居然在这里碰到你 他正在犹豫间 陈洛声音在耳畔响起 眨眼间 他便出现在陆璇面前 脸上带着一丝喜意 陈师兄 确实挺巧 在这荒郊野外 都能碰到师兄你 陆璇望着眼前 这名气质阴冷的师兄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悄悄握起拳头 盖住灰白眼瞳 心中却暗暗警觉 那名与陈洛一起的修饰 不见人影了 我有事去了一趟黑星城 正要赶回黑魔渊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师弟你 陈洛笑着解释一句 我修为一般 不敢进入黑魔渊中 只能在这里 猎杀一些普通妖兽邪碎 师兄 你是独自前往黑魔渊吗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实力就好了 陆璇不经意地试探问道 没错 是一个人 陈洛简单回道 他望着陆璇 阴沉脸上笑意更浓 话风一转 陆师弟 上次你说 有一本记载着各类 其重一兽信息的古籍 可否给师兄一关 他慢慢向陆璇走近 我记得有跟师兄你说过 那本古籍 是我从一名道友手中借阅而来 早在许多年前 就还给了他 还请师兄 不要勉强师弟我 陆璇神情自若 淡然回道 以师弟你的神魂强度 哪怕是过去多年 墨写下来 应该不成问题吧 不然的话 搜魂可不是闹着玩的 陈洛神情英质 冷冷地望着陆璇 缓缓抽出 一柄幽黑长剑 师兄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不知道 残害同门是何等的大罪 陆璇肃然说道 只要宗门里没人看到 谁会想到是我呢 看样子 师兄是有备而来 陆璇脑海中念头闪过 上次同门小巨时 有一名师弟 告诉他 有人在打探他的消息 想必就是眼前这位了 师弟 不要想着拖延时间 这里已经四处 被我不下眼线 师弟你助击中期修为 不会是我对手的 老老实实告诉我 那本古籍上的内容 我可以给你体面结局 不然 恐怕你就要遭受 搜魂之苦了 那种滋味可不好受 陈洛信心十足 上次零售问题时 陆璇轻而易举发现 迷心灰虫 提出解决方法 让痴迷其虫一兽 他一下滋生 强烈占有欲 一心想要获得 陆璇口中的古籍 被陆璇婉言拒绝后 他便诞生杀人夺宝的念头 在调查陆璇的修为实力后 这种念头 更是飞速强大 据他了解 陆璇只是助击中期修为 长期待在宗门内 很少去探索秘境 寻求机缘 就连修为 也是主要靠单药堆砌上去 唯一值得称到的是 那一手如火纯青的灵质水瓶 可一个灵质师 能厉害到哪里去 抱着这样的想法 在陆璇离开宗门时 他特意打探一下相关消息 得知陆璇前来黑星城 也就跟着一起过来 在他心中 获得那本古籍 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 只是看用哪种手段 获得的区别 哎 陆璇叹息一声 为了一件宝物残害同门 甚至不惜动用 搜魂术那般阴毒术法 陈师兄 你这可不是正道修饰所为啊 他摇了摇头 望向气质阴沉修饰的眼中 有着几分鄙夷 陆师弟真是天真 还什么正道修饰所为 能获得机缘 还管什么正道邪道 陈洛痴笑一声 陈道友 还跟你同门在这里瞎扯什么 这里距离黑墨渊没有多远 避免夜长梦多 速战速决为好 一道浑厚声音响起 紧接着 一名高大魁梧修士 从陆璇背后悄无声息地钻出 修士面向凶悍 行走间却身轻如燕 没有流露丝毫气息 一直到陆璇附近才能察觉到 直接杀了 搜刮他的储物袋便是 他望着仅有筑基中期的陆璇 眼中有着几分轻视之色 我是担心 师弟储物袋里 找不到那部古籍 搜魂的话 稍有不慎 就会缺失相关信息 因此特意先向师弟讨要 不过 看陆璇师弟这般模样 估计是不会顺利 将那策古籍交给我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强行搜魂了 陈洛身上的灵力波动 越来越汹涌 脸上艳丽纹路不断游走 郑道友 你肉身强悍 善于追踪 若是我这小师弟逃了出去 还请你能将其抓到 这名高大魁梧修士与他一样 也是筑基圆满境界 体修一鸣 肉身无比强悍 两人似乎完全没把陆璇看在眼里 旁若无人地讨论到 陆璇微微低着头 看着自己脚尖 沉默不语 袖口里一枚枚拂 叙事以待 一副任人鱼肉的模样 陈师兄 你勾结外人 意图残害同门 夺取同门宝物 罪该万死 今日 我就替戒律堂的师叔 清理门户 他突然抬起头 眼神坚定地说道 呵 陆师弟真是有趣 还是先考虑 闭上你石海的门户吧 等一下可是要受魂魄磨灭之苦 陈洛似乎被陆璇的话给逗笑 轻笑一声 轻轻一拍 腰间一个乌黑灵兽带 嗡嗡 一群猙獰 飓风急速飞出 飓风长有尖锐獠牙 背后长有一根幽黑刺针 一看就是剧毒之物 每头飓风有着接近三品妖兽的实力 一大群发出嗡嗡噪噪音 向陆璇袭来 噪音传入耳中 让陆璇有种头昏脑胀之感 精神困乏 提不起劲 叫那么大声干嘛 陆璇呵斥一句 张开嘴巴 喉咙深处出现一颗半透明宝珠 层层透明涟漪出现 化为一道激昂龙银声 吼 他曾与无数蛟龙打过交道 慎鹰宝珠早已将众多蛟龙吼声记录进入 此刻就像是一条真正高品阶蛟龙 发出一声怒吼 滚滚声浪 如同惊涛骇浪 将大群飓风掀得七零八落 就连远处的陈洛两人都受到不小冲击 体内灵力不断翻腾 我的灵虫 见到自己精心豢养的飓风 被陈璇一个照面击落 陈洛心中痛惜不已 嘴里发出怪异丝鸣声 想要驱使飓风回来 哼 陈璇冷哼一声 空中突然出现一道细长裂缝 一个巨大灰白眼瞳从裂缝里 蹦出来 死死盯着下方陈洛两人以及风群 两人以及一众妖虫面前 顿时出现重重幻想 陈璇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手中风雷剑化为一道黑光 一下穿过所有飓风妖虫 电弧跳跃 一头头浇黑虫尸掉落在地 另一边 陷入幻想的两名助击圆满修士心之危险 纷纷各施手段 神志恢复清明 你竟然隐藏如此之身 陈洛眼中闪过一丝金句之色 他本以为以自己助击圆满境界 对付仅有助击中期 又甚少斗法的陆璇 是手拿把钻的事 没想到 仅仅一个照面 陆璇一道神异龙音声 就将他饲养多年的飓风灵虫 以雷霆手段解决 还有那个邪义眼瞳 竟然能瞬间将两名助击圆满境界的修士 拉入无尽幻想中 想到这 他与那名凶悍修士对视一眼 心中对于陆璇的重视一下 提高了最高级别 陈洛脸上艳丽花纹 从面颊上挣脱出来 融入空气中 陆璇敏锐临时 察觉到周围多出一股异样气息 似乎有一条无形毒蛇 躲在暗处窥探着自己 至于那名身形高大的修士 身躯不断膨胀 瞬间成为一个两丈高的巨人 浑身肌肉囚结 赤红一片 浑身涌出一股燥热气息 拳头上有岩浆一般的 赤热液体留下 仿佛一拳 就可以将一座山峰 积为积粉 透明妖兽 陆璇心中一动 一面布满无数污秽之物的番崎 出现在手中 漫天晦气会物争相涌出 将周围一片区域 染为一个污秽世界 一条透明长蛇 在万会番的污染下 身形显露出来 去吧 长枪 就在透明长蛇露出踪影的刹那 陆璇手中白骨魔鬼宝物 化为一杆长枪 急速延伸 将透明长蛇贯穿 就在这时 他临时察觉到 一道恐怖身影 瞬间来到自己面前 赤红拳头 犹如泰山压顶 直接砸向陆璇脑袋 来得好 陆璇不进则退 浑身肌肉化为晶莹预色 将赤红拒拳挡住 距离冲击下 两旁的山石纷纷塌陷 树木一片片倒下 神异音波宝物 眼瞳 翻起两样高品阶 斜一法器 仅凭肉身就能挡住住击圆满境界的体修 这是什么怪物 陈洛惊骇莫名 电光火时间 做出正确决定 一头巨大肆意妖情 出现在他脚下 他一跃而上 顾不上还在与陆璇缠斗的正性体修 化为一道流光 瞬息便逃到数十丈开外 陆璇怎么可能将其放走 心念一动 一根银白锥刺出现在身前 锁定飞速逃离中的陈洛为目标 刺神锥化为一道 比妖情快了数倍的银白光芒 没入陈洛石海内 陈洛只觉得脑海中有根尖刺狠狠扎入 大力搅拌着自己石海 神魂都要被刺穿一般 剧痛之下 直挺挺地从妖情上掉落下来 陆璇早在刺神锥迹出时 脚下轻浮缕便清光涌现 瞬息来到陈洛身前 还没等他从神魂剧痛中苏醒过来 一柄金黄宽剑出现在他手中 剑光一闪 似乎有一道孔雀虚影掠过陈洛伯梗 一颗头颅滚落下来 孔雀明王剑剑刃上 出现一个四臂菩萨虚影 庄严肃目 似乎在为亡魂超度 人头落下 一道幽光从里面击事出 来到陆璇脑袋前 想要钻入其中 陆璇头顶清光浮现 轻浮羽衣将想要夺射的陈洛魂魄 牢牢挡在外面 陆师弟 饶命啊 幽光里面隐约传来陈洛的求饶声 我肉身已经被毁 只留一道残魂 念在同门情义上 请师弟绕师兄一命 放我一条生路 陈洛声音中满是哀求 放心 我不会像师兄一般 有着搜魂想法的 陆璇脸上浮现一丝微笑 传递给陈洛魂魄一道念头 不过 看样子 师兄似乎没有保魂之物 在这黑魔渊外面 可能会碰到什么邪修 不如先来 师弟手中这件宝物里面 避避风头 还没等陆璇说完 幽光马上察觉到不对劲 如同流星掠过 急速飞走 刚逃出没多远 便有一股强大犀利 从陆璇方向传来 魂魄身不由己地退了回去 一盏诡异灯笼 出现在陆璇面前 灯柄细长如骨 惨白一片 灯罩似乎是皮囊制成 灯座下方 无数暗红灯碎轻轻摇晃 似乎在欢迎陈洛魂魄一般 见到隐魂灯法器的第一眼 陈洛差点当场下的魂飞魄散 幽光飞速向隐魂灯靠拢 陆璇 你才是真正的邪秀 在被隐魂灯吸入的一刹那 幽光望着陆璇 追向凶悍体修的背影 无力哀嚎道 陆璇身影如同浮光掠影 在灵幕间急速穿梭 他解决掉陈洛 没有花多少时间 可依旧被那名体修抓住机会 飞速逃离 他强大灵石 锁定体修的气息 高空中虚空眼目 飞速穿梭 茂密灵幕里 那名筑基圆满体修正 以升平最快速度 逃向黑魔渊 只要进入黑魔渊 就有着一丝生机了 黑魔渊环境复杂 四处都是各种天然静置 加上无数修饰邪碎 进入其中后 就有可能逃出升天 他虽然没见到陆璇解决 陈洛的情景 可也能想象得到陈洛的后果 趁着那个机会 飞速逃顿 快了快了 就在他心中 升起一股生还的希望时 一个熟悉的灰白眼瞳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又是幻术 他脑海中一道念头闪过 旋即陷入重重幻想中 仅存的一丝清明 让他用力咬了咬舌尖 剧痛之下 清醒不少 刚一恢复正常状态 便看到三轮烈日高悬空中 无穷无尽的赤红剑气 像是烈日散发出来的光线 不满他身遭每一处区域 烈日光芒万丈 他心神仿佛沉沦其中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黄黄剑气斩为无数碎片 三枚大日剑符 迅速解决掉一名助击圆满境界 不算太亏 陆璇心中感慨一声 他用无品虚空眼目 追踪到这名体修 再用幻术定住他树息 借着这个机会 一把甩出三枚四品大日剑符 不费吹灰之力将其解决 好在储物袋保留了下来 他用零食将远处的隐魂灯召唤过来 插在地面上 灯笼轻轻晃动 一道幽光从保留相对完整的 体修脑袋中飘出 没等他有所反应 便将体修魂魄吸入灯笼中 两个筑机圆满修饰的魂魄 构音枯木 他们想用好长一段时间了 陆璇悠然感叹道 他将两名偷袭自己的 修饰的储物袋收集起来 再来到两具尸骸面前 将血肉搜集起来 彻底毁尸灭迹 最后 在周围区域 激发树莓驱邪浮 迎应白光照耀一大片树林 见浮露没有任何异常后 陆璇这次放心下来 飞速逃离争斗地点 一直到数十里开外 陆璇才停下来 心中复盘着这次斗法中的得失 此刻的他 在充分活动筋骨后 身躯里面传来一股暖哄哄的感觉 像是一个正在燃烧的熔炉一般 太碎肉残留的力量 还在不断滋养着他的身躯美处 没想到 光凭肉身 就能在筑基圆满的体修攻击下 不落下方 不过 单单凭此的话 很难将其解决 陆璇心中想到 他对自己的肉身强悍程度 有了全面了解 在修炼 琉璃断骨法 太虚化龙片 两大炼体功法 服用玉林果 精髓玉叶 以及太碎肉等一众天才地宝后 他肉身已经变得极为强悍 这次能力 狄筑基圆满体修 便是最好的佐证 若是算是其他宝物 那实力就更上层楼了 两名筑基圆满修士 应该没有想到 一个筑基中期的灵职师 如此轻松地将他们解决吧 陆璇心中感慨 反杀同门这事 虽然事出有因 不过还是尽量不让宗门知道为好 免得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陈洛这丝 虽然有在黑星城 特意打听我的去处 不过 应该没有同门会想到 他是打算对我不利 更不会想到 我会将他反杀 哪怕日后被宗门发现 他已经陨落 那很可能猜测 他是死在黑魔渊中 被什么神秘邪碎邪修给干掉 不过 上次同门小句时 那名师弟口中所言 是周琪师兄在打听我的消息 虽然大概率是陈洛向周师兄问询 但只怕万一 回去以后 用虚空眼目监视师兄一段时间 看有没有异常反应 出于谨慎 陆璇在心中暗暗想到 本来以为 平日里已经足够低调 没想到 还是被人给盯上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种田 做个普普通通的临职师而已 为什么一定要打扰 我的平静生活呢 他颠了颠手中储物带 眼神深邃 他在宗门中 一直与人为善 几乎没有与同门 发生利益冲突 没想到 如此低调 还是被陈洛盯上 想要搜魂 获取他随口编造的古籍 只可惜 他完全没有想到 陆璇身上 会拥有着如此之多的宝物 以他筑基圆满境界的修为 竟然被如同喝水 一般轻松解决 感谢师兄送来的血肉魂魄 陆璇取出隐魂灯 朝着挤在惨白灯竹里的陈洛魂魄说道 魂魄已经被挤得不成样子 在旁边无数阴魂的磨练下 仅存一丝清明 用无比怨毒的眼神 盯着灯罩外面的陆璇 陆璇露出一丝微笑 身影没入参天灵目间 小半日后 陆璇停下身形 顺便将一头不长眼的妖兽解决掉 此时 他距离斩杀陈洛两人已经相当遥远 临时扫过周围 一片区域 确认没有任何异常后 陆璇取出收获的两个储物袋 强行将储物袋表面的简单静置破除 里面的诸多事物一一取出 百兽注解 陈洛储物袋中 一本暗黄古籍缓缓缓飘出 出现在他面前 陆璇随手翻了几页 古籍里面记录着数百种 高阶稀有妖兽的详细信息 饲养方式 注意事项 妖兽天赋血脉 能力缺陷等等 比以前在藏经阁看到的妖兽典籍 详细丰富许多 陆璇心中欢喜 他饲养了不少灵兽 这本百兽注解 上面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浅 那位陈师兄 想从我那里 搜刮那本我胡州的玉兽古籍 万万没想到 反过来给我送了一本 陆璇嘴角忍不住上扬 他继续查看 储物袋里的东西 一柄四品飞剑 虽然不是剑糖培育出来的剑草 但有着明显的宗门风格 陆璇一眼 便将其辨认出来 大量妖兽实验记录 看得出陈落在尝试着 诱变妖兽血脉 使其异化成新的高品阶妖兽 此外 还有两百多枚中品零食 若干下品零食 以及树瓶恢复灵力 治愈伤口的丹药 陆璇一并笑纳 最后 一枚魂元乌黑妖兽弹 陆璇临时渗入 大概判断出 是一种常见四品妖兽 杀人放火精腰带啊 干掉一名修士 就获得这么多修行资源 难怪修行界 有那么多喜欢杀人夺宝的 陆璇暗暗感慨道 不过 陈落手中这些东西 除了临时丹药外 其他都或多或少 带有他的个人特征 百兽注解 与妖兽实验记录可以留着 但切记不要让其余同盟看到 至于飞剑等法器 以及那枚妖兽弹 找黑式处理掉即可 他继续查看那名体修的储物袋 一块震盘 以路旋粗浅的震道剑式 只大概辨认出 是一座四品震法 大量脆体类膏药 灵液 若干丹药 一大堆妖兽材料 都是高阶 可以换成一大笔零食 三百多枚中品零食 若干下品零食 两人光是零食 就给我带来六万多 真是好同盟 好道友啊 陆璇心中暗道 至于别的法器 材料 但要啥的 总计加起来价值更高 不愧是筑机圆满修饰 他将两件储物袋里面的事物 汇总到一起 便专心巡逻周围区域 飞行过程中 他是以黑星城为中心活动 所以还是在外围区域 没有进入黑魔院地界 半月后 陆璇估摸着任务期限即将到来 便返程回到黑星城中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他有了充足休息的机会 一直留在小院里 安心培育临职 修行功法 期间 在黑市再次开启的时候 借助千娼鬼面 以及轻浮羽衣 伪装容貌气息 顺利出手一大批收缴来的宝物 获得数百中品零食 身家一下雄厚许多 黑星承接道上 一名气质伶俐的寿靴中年修士 从金斗阁里 缓步走出 周道友有空尝来看看啊 金斗阁那名风韵游存的女掌柜 将周琦送了出来 与其中 似是有着几分不舍之情 好说 周琦轻轻点头 转头离去 他过来只是清理一下手中堆积过多的妖兽材料 顺便补充一下丹药 试了之后 便向自己住处赶去 浑然没有注意到 在头顶千丈高空 不时有一道细长裂缝浮现 一颗灰白眼瞳飞速游液 瞬间又顿入虚空之中 虚空眼目出现的方式极为隐蔽 本身又高达无品 刹那间便进入虚空 所以 没有任何修饰察觉到 灰白眼瞳 一直跟着周琦 回到他的住所 不掺杂任何 感情色彩都望着下方 似乎看透底下一切 跟踪了这么久 都没发现任何异常 可以稍稍放开 对这位周琦师兄的戒备了 小院中 陆璇望着出现在手心眼瞳里 缩小无数倍的场景 收起拳头 感慨到 回来后 由于怀疑将自己任务范围 泄露给陈洛的周琦 陆璇便用虚空眼目 一直偷偷跟踪观察 一月有余 都没有发现什么 看样子 周师兄应该是没想到 陈洛会对同门不利 所以将我的任务内容 告知给他 也对 我一个住击中期的灵职师 一个住击圆满师兄 对付我绰绰有余 两个的话 那就大财小用了 陆璇悠悠感叹道 他将虚空眼目 偷偷收回 来到小院中 查看小小林田的众多林植 两百多株水银草 已经成长得极为茂盛 湛蓝细长叶片勾连在一起 上面荧光点点 仿若夜空中 不停闪烁的无尽星辰 陆旋灵力涌动 水银草上空云气变化 丝丝缕缕地 淋雨飘落下来 落在植株上 无声融入其中 紧接着 一道翠绿树法 落在一大片水银草上 在宗师级的木生树的催涨下 水银草更加生机盎然 有一株剑藤成熟了 陆旋新神凝聚在一株剑藤上 发现下方的半透明进度条 已经拉满 四株剑藤中 有一株是宗门修士 从那处新的伏地带回来的幼苗 被陆旋弄到手 种植在洞府中 另外三株 是在探索新伏地过程中 妖鬼藤帮忙挖掘出来的三枚灵种 此时 幼苗那株已经完全成熟 陆旋将灵指取出 心神凝聚在植株上面 四品一边剑藤 受到未知血肉力量影响 一边而成 生长过程中 吸收大量剑矢灵力 成熟后 可以作为类似法器使用 可以瞬间释放出不同形态 作用的剑矢 遭遇强敌时 可触发万剑齐发 能伤害乃至斩杀助击中后期修士 剑矢释释放后 可用草木灵气补充 重新凝结 攻击类灵直 激发方式简单 倒是可以用来守住灵田 可以传授给草傀儡 以及洞府灵兽 陆旋感慨一句 视线落在悄然浮现的白色光团上 轻轻触摸光团表面 光团化为无数细微光点 涌入体内 一道念头浮现 收获四品 一边剑藤一珠 获得无品宝物钉头剑 念头闪过 一节幽黑小剑 出现在陆旋手中 小剑上有黑气萦绕 经久不散 像是有着生命一般不断游动 剑头似乎定在一张半透明人脸上 人脸五官模糊 看不真切 陆旋心神凝聚在幽黑小剑上 瞬间得知有关他的详细信息 钉头剑 无品宝物 上面凝结着强大邪法诅咒 使用时可以想象对手容貌 气息 直接作用在其魂魄上 同阶以下直接死亡 同阶有一定概率死亡 轻则神魂受损 重则魂飞魄散 诅咒类宝物 直接死对手 有点因果的意思啊 想象对方容貌 便能隔空施展咒术 导致其魂飞魄散 实乃因人至宝 陆旋嘴角浮现一丝笑意 又是一件无品宝物 收获光团 就是这么简单又快了 他将这节幽黑小剑 收入掏虫囊中 继续培育剩下三株成长期的剑藤 转眼又是十日过去 陆旋将院子里的灵植 悉心培育一番 来到外面 他注意到 黑心城里最近氛围有些不对劲 时不时听到有修饰死伤的消息 也偶尔会听闻 哪位修士获得莫大机缘 平步青云 陆师兄 陆师兄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你 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苍老声音 陆旋寻声望去 正是先前一起组队 巡逻过城外的孙云明 他身后 则跟着熟悉的另外两名队友 来自万寿门的邱长远 以及林霄宗的孟远 孙道友 还有邱 孟两位道友 许久未见 陆璇微笑招呼道 陆师兄 我们正要一起去你住处找你 没想到 恰好在此处碰到 孟月走上前来 笑意淫淫地说道 邱长远望向陆璇 同样神情亲热 不知三位道友找陆某 有何要事 陆璇好奇问道 是这样的 孙云明率先解释道 近日 我听到有不少修士 从黑魔渊各处 获得极大机缘 其中不乏无品宝物 他眼神闪过一丝火热 上次我们四人合作十分顺畅 三位道友都是大宗修士 实力强劲 我修为差了点 不过对于黑魔渊附近还算熟悉 因此 我便滋生一个深入黑魔渊探索的想法 若是能侥幸得到一件无品宝物 那就发大财了 邱长远与孟月神情中都能看出几分异动之色 按照他们两人在宗门内的地位 潜力 两人是不可能从各自宗门里 获取到无品宝物 所以 在听到孙云明的建议后 两人便一起过来 邀请陆璇 上次任务中 三人对于陆璇的实力 都有了深刻了解 陆璇虽然是一名灵职师 但在剑道上的本事远超三人 更是随手便能释放出三枚四品剑符 这就让三人估计 陆璇的底细深不可测 深入黑魔渊 陆璇眉头一皱 只能跟三位道友说声抱歉了 我实力有限 没有深入黑魔渊探索的想法 他直接拒绝道 若是普通秘境 以他目前的实力 众多宝物 去探索一下 也未尝不可 可现在黑魔渊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知藏着多少神秘邪碎 强大欲外妖魔 稍有不慎 便有着遭遇不测的风险 陆师兄 难道不想拥有一件无品宝物吗 以师兄的实力 若是得到的话 肯定会优先选择的 孙云明不解问道 陆璇摇了摇头 苦笑一声 无品宝物 哪个助击修饰不想得到 这话倒是发自肺腑 哪怕他 已经拥有着 不下十件无品宝物 依然还想获取更多 但是 他画风一转 之前在城外巡逻时 我身上仅有的三枚剑符 已经全部使出 底牌没剩下一张 实力平庸 完全没有把握 从其他修饰手中 争得机缘 为了这条小命着想 还是老老实实 待在城里为好 见陆璇心意已决 三人只好无奈放弃 三人实力 已经颇为不俗 若是再找来一两名 强大修饰 那么进入黑墨渊后 也有着一定竞争力 陆璇目送三人离开 回到自己小院 他实力 已经不下于 普通结单前妻修饰 可也知道 放在整个黑墨渊中 运气不好 就有陨落风险 稳妥起见 还是待在黑星城更好 黑墨渊里的情况 似乎要比他想象中的 更加严重 这日 周琦来到陆璇所在小院 周师兄 陆璇热情招呼道 似乎监视眼前 这名受血中年 一个月的行为 完全与他无关一般 陆师弟 这次过来 是有件事要通知你 周琦神情严肃 师兄请讲 陆璇见周琦这般模样 脸上笑意收敛 我从杰丹师叔那里得来消息 黑墨渊深处出现的 域外妖魔 已经越来越多 黑星城里 除非增添数倍人手 否则很难守住 几大宗门 决定不再浪费人力 打算近期内 将黑墨渊里的修饰 资源全部转移 至于过来助手城池的修饰 有两个选择 一是进入黑墨渊 与各自宗门人员取得联系 本宗在里面有着筑地 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前往 剩下一个选择 就是回到宗门 等候宗门新的拆遣 局势已经这么严重了 陆璇忍不住问道 据传黑墨渊深处 有关此处介于的空间屏障 越来越脆弱 使得那些域外妖魔 有了可乘之机 趁虚而入 黑墨渊里的秘境 也显露得越来越多 进入里面的话 风险与机遇并存 有可能陨落其中 也有可能解决掉一头妖魔 获得珍惜资源 或者从某处秘境中 得到大机缘 大部分同门选择深入其中 以求修行一道更进一步 看陆师弟 你如何抉择了 周琦沉声说道 我是独自回宗 还是和同门一起 陆璇好奇问道 外面四处有斜碎妖魔潜伏 自然是一同回宗 有专门的运输法器 载着各位同门返城 陆璇沉阴片刻 他目前实力已经足够强大 但还是没有绝对信心 在黑魔渊里面对众多 斜碎妖魔存活下来 加上所谓的机缘 只要收获光团就能获取 因此没有过多迟疑 做出选择 师兄 我选择跟着其余同门回去 宗门里的灵职快要成熟了 没想到陆师弟是奠记所重灵职 才选择返回宗门 周琦轻笑一声 这几日内我会统一安排好 到时过来通知师弟你 那就麻烦周师兄了 陆璇早已归心四剑 连忙向寿削中年表示感激 转眼三日过去 他将小院里的两百多株水银草 以及剩下的三株剑藤 收入掏虫囊中 这次离开宗门 来到黑魔渊周围城池 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枚疗谷魔种了 他取出那节 泛着幽黑光芒的断裂疗牙 喃喃自语道 域外妖魔淡下的特殊魔种 高达六品 可惜培育条件实在太过霸道 有伤添合 只能先放着 等待合适时机 此外 就是在巡逻清理妖兽过程中 得到的大量血肉 还有解决陈洛 以及他同伴后得到的 众多中品零食 法器丹药等 他将院子里所有东西收拾好 来到天剑宗弟子的聚集地 一座宽阔院子里 已经有十多天剑宗同门等候其中 陆璇与几名相识同门打了声招呼 站在角落里静静等待着 没过多久 又过来数人 陆璇注意到 选择回宗的只有小部分 绝大多数同门 对自己有着充足信心 相信能从妖魔肆虐的黑魔冤里 夺得大机缘 二十余人里 要么是修为相对较低 以助击前妻为主 要么是身受重伤 不得不回宗修养 各位师弟师妹久等了 周琦从里面走出 嘴里发出一声尖笑 眨眼间 一头四翅雷暴虎出现在院子里 两队宽大肉翅展开时 长达五六丈 浑身银白雷电营绕 看上去威武不凡 今日便由这头四品灵兽 四翅雷暴虎将各位送回宗门 他虽然防护力比其他运输法器差了点 不过速度要远远超过他们 若是碰上意外 还能帮助各位合力对敌 周琦从众人挑选出一名 精神有些违你的 助击后期内门弟子 向他嘱咐几句 让他控制这头四翅雷暴虎灵兽 陆璇等人 相继跳上四翅雷暴虎宽敞背部 吼 四翅雷暴虎嘀吼一声 银白雷电滋拉作响 形成一个有着无数细微雷电光芒的灵气护照 将陆璇等人笼罩在内 随即展开肉翅 瞬间冲上云霄 别了黑星城 陆璇望着下方飞速变小的城池 轻声嘀咕一句 远处 隐约可以看到广阔无垠的幽深黑魔鸢 黑魔鸢等更强大一些 底气更足一些 或许可以进去看看 感慨间 四翅雷暴虎化为一个银白电球 风驰电车一般在空中急速飞行 陆师兄 没想到也会跟着一同回踪 旁边一名气质沉稳的青年 主动挑起话题 没办法 各位同门都清楚 我只是一个普通灵直师 虽然想跟着进入黑魔鸢吃点残羹剩饭 可实力 身上宝物不允许啊 陆璇神情真挚地说道 一众天剑宗修士交流一会 受伤的那部分 与其中或多或少有着遗憾 懊恼 言语间似乎有天大宝物 与自己擦身而过 修为低下的相对谨慎了许多 让陆璇不由得隐为知己 狗之意图 无道不顾啊 一日 四次雷暴虎来到剑门镇上空 望着剑门镇广场上 那柄熟悉的巨大石剑 陆璇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四次雷暴虎不愧 是以速度见长的四品灵兽 全力赶路下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平安无事地回到宗门外围的剑门镇 各位师兄弟 有需要在剑门镇里修整补给一下的 可以再次下来 后面自行回到宗门 控制着四次雷暴虎的那名 驻击后期同门朗生说道 陆璇与上十人一起 一跃而下 进入剑门镇中 他找到一处无人角落 临时扫过 确认没有任何异常后 带上千仓鬼面 来到阴间小院外面 打开牢牢守护着小院的 幻灭武行镇 进入其中 穿过镇法的一刹那 仿佛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四处都是游荡的阴魂怨念 血肉堆成一座座小山一般 长出一根根细小肉芽的 幽黑鳞壤 各种嘶吼哀鸣声 不绝于耳 让人心烦意乱 陆璇却有一种 深深的亲切感 小宝贝们 我回来了 马上就来好好陪育你们 他先将蛋红大肉丸 从掏虫囊里放出来 在外面饱餐多顿的 肉灵神心情极好 在小院里滚来滚去 路过院子里的 血肉小山时 还不忘张嘴 顺势咬下一大口 当作饭后甜点 陆璇没去理会大肉丸 来到五脏宝珠前 从储物袋里 取出陈洛两人的五脏 陈师兄 还有那位不知啥名字的道友 陆某 要把你们的五脏六腑 去供奉这株灵直了 你们若是泉下有之 还请见谅 哦 你们还没有进入幽明地狱 陆璇取出隐魂灯 将两人魂魄牵引出来 在隐魂灯 无数怨魂的磨练下 两道筑基圆满境界的魂魄 已经没有多少理智 不过 在看到自己五脏 被用来祭祀一株灵直后 两道魂魄似乎明白什么 模糊五官上 纷纷露出怨毒 又夹杂着深深恐惧的神色 陆璇没有理会他们 按照一定的次序 将两人脏腑 融入五脏宝珠中 五脏宝珠形态怪异 就像是一座金石庙宇 五脏融入其中 几成一团 彼此精畏分明 又十分融洽自然地 合为一体 培育完五脏宝珠后 陆璇来到阴窟墓 与燃魂花面前 从够来的四瓶法器丧魂中里 抽出上百道阴魂 输入阴窟墓中 至于燃魂花 虽然也是吃魂大户 但是需要 没有掺杂怨气的纯净魂魄 好在陆璇在干掉异化妖兽后 搜集到不少未经协议功法 法器等处理的纯净魂魄 这才得以满足燃魂花的生长需求 一道道妖兽魂魄 来到燃魂花上空 在陆璇的控制 以及燃魂花的吸取下 像是在空中自动燃烧 化为一缕缕烟雾 融入植株内 它紧接着 又从那具神秘石棺中 挖出来一些阴桐魂魄 饲养培育圣英国母猪 以及两颗子猪 至于煞元果 由于没有找到足够的煞气 只能暂且放在阴间小院里 勉强维持灵种生机 将阴间小院所有灵职培育好后 陆璇嘱咐一声肉灵神 这才回到宗门 还是宗门好啊 陆璇来到宗门外面 望着覆盖整个宗门 星辰渐气不满天穷的 周天星斗渐震 不禁感慨道 七品的护宗大震 可谓是固若金汤 安全感满满 他用身份名牌 进入剑阵里面 从外宗掠过 穿过重重静置 来到内宗洞府外面 出去还不到一年 便有了一种恍若格式之感 陆璇望着眼前熟悉山峰 心中感慨万千 还是待在宗门更适合我 他打开流光浮阵 刚一来到山腰 已经长成庞然大物的风笋 泰山压顶一般落下 脑袋传来一阵柔软触感 胖鸟圆滚滚的肚子猛地弹起 落在陆璇面前 嘴里发出清脆鸣叫声 声音里面有着浓郁思念 与欢快之情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跟那头青毛风笋 过得咋样 陆璇向胖鸟问道 厉厉 早就已经把他甩了 胖鸟高傲地抬起头 向陆璇传递过来一道不屑念头 哦 没新鲜感了 胖鸟摇了摇脑袋 那么就是 没有足够多的灵果了 陆璇心中猜测 那头青毛风笋 之所以跟胖鸟在一起 主要就是为了胖鸟 时不时取出的珍惜灵果 两头风笋 一个贪色 一个贪财 他出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胖鸟 自己吃的都还不够 更不用说去养青毛了 见到胖鸟沉默不语的样子 陆璇心知的猜测 十有八九是正确的 当你的财富与体重不符 那就别怪对方现实了 他拍了拍胖鸟柔软肚皮 从储物袋里取出一堆 灵浆灵果 想完的话可以再去找他 看你自己选择 胖鸟过后 李火焦从小湖里飞出 带着炙热气息 扑向陆璇 一身脏兮兮的眼甲龟 紧随其后 像是一块青黑末盘 在山石间滚动 正是极大 两头双头囚鱼 从一块岩壁里 探出尖尖脑袋 望了陆璇一眼 便又消失不见 不远处生起一缕暗黄毒烟 陆璇便清楚 是百毒式新虫出来欢迎自己 甚至就连灵智简单的草傀儡 都卖着两条细长草绳腿 从灵田里来到陆璇身旁 诺 正好给你一件宝贝 陆璇从储物袋里 取出那株成熟了的剑藤 挂在草傀儡细长手臂上 以后 你就用这株剑藤 作为防身之宝 若是碰上什么不长眼的 想要入侵灵田 对灵芝不利 只要轻轻激发 就能万箭齐发 等上面的灵力剑矢用完后 你可以用草木灵器去补充 恢复 它详细向草傀儡交代道 这株四品剑藤 在它手中用处不大 交给草傀儡 作为防身之物 倒是不错 激发方式简单 威力颇强 草傀儡还能随时补充草木灵器 两者相得一张 草傀儡巨大灰黑脑袋 懵懂地点了点头 小心将剑藤取下 仔细端向着 随后 将剑藤跨在肩上 继续巡视灵田 这样辛勤的员工 还要去哪里找啊 没有那灵草猪酬劳也不在意 一心只想帮我查看灵田 陆璇望着草傀儡远去的奇怪身影 心中暗暗想到 他来不及回屋里休息 来到广袤灵田里 找出一块最大的空余灵田 将那两百多株水银草 以及三株剑藤 从掏虫囊里取出 移植进入灵壤中 掏虫囊虽然能大大减缓 灵殖生机的流逝 可一旦放久了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影响 移植太多 次数了也不好 不利于灵殖生长 这些水银草跟剑藤 都已经进入迅速成长期 应该可以在洞府里面收获 陆璇体内灵力涌动 丝丝缕缕的 灵雨飘落下来 渗入灵殖当中 内宗灵气灵壤 与黑星城那座小院 有着天壤之别 他察觉到 在移植到雾灵壤后 众多水银草 似乎变得清澈透亮了一些 容光焕发 像是纯净灵露清洗过一般 再过一段时间 就能收割一大波修为光团了 陆璇望着灵田里 茁壮成长的众多水银草 心里美滋滋地想到 洞府里的大量灵殖 在他离开后 只有最基本的灵气 灵壤滋养 其余的条件 都没能得到满足 陆璇没有停歇 宁神查看所有灵殖的状态 施展各类灵殖基础术法 让每一株灵殖 得到最无微不至的照料培育 大半年过去 剩下的玉露果 居然全部成熟了 他来到种植这单店 委托培育的玉露果区域 望着植株下方 已经完全拉满的 半透明进度条 心中欢喜 离开宗门前 他用青木元气 催熟了五株玉露果 剩下的十五株 任其自由成长 隔了这么一段时间回来 所有玉露果 都已经完全成熟 带着点点 清净露珠的茂密枝叶间 有着数十枚蛋清灵果 灵果上 被一层薄薄青纱一般的 银白气息覆盖 流露出一股 清新自然的意味 陆璇小心 将所有玉露果采摘下来 62枚 其中有好几枚为良好品质 算是意外之喜 他一一扫过数十枚玉露果 望向植株 数十个白色光团悄然浮现 在沾有细微零露的枝叶间 微微闪烁 回来就能大丰收 陆璇嘴角上扬 身形化为一道流光 蜻蜓点水一般触碰光团表面 62个光团几乎同一时间无声碎裂 化为漫天细微光点 鸣结成条条光河 相继涌入陆旋体内 脑海中一道道念头 走马关灯一般浮现 收获三品玉露果一枚 获得四品丹药 狄沉丹 收获三品玉露果一枚 获得四品灵酿 玉喜灵露 收获 一团团无瑕醇厚灵液 一枚枚清澈透亮丹药 一个个灵露配方 丹药经验包 或是直接出现在脑海里 或是浮在陆旋身前 62个光团 收获了18枚四品狄沉丹 在目前局势中 狄沉丹可以珍惜之物 价值其高 此外 还有29份玉喜灵露 大大提高洞府灵江数量 7个玉喜灵露配方经验包 5个狄沉丹单方经验包 还有三剑四品轻微玉所法器 不要猎杀妖兽 不要与人殊死搏斗 争夺宝物 轻轻松松就能得到这么多的宝物 陆璇心中 犹然生出一股幸福感 二十株 玉露果都已经成熟 得抽空去一趟丹店 交给观碗师姐 陆璇看了一眼 数十枚金银如玉 仿若有着露水洗涤过的灵果 喃喃自语道 这些玉露果 都是丹店委托他培育 成熟后 自然得上交给丹店 他培育得相当不错 能获得不菲剑印奖励 更不用说白嫖的 总共八十多个白色光团了 将临天里所有临职培育完毕后 陆璇便向单店观碗 传去一枚传讯福禄 二十株玉露果植株 先前催熟五株 剩下十五株自然成熟 总计收获八十六枚灵果 良好品质的有十六枚 每一颗灵果的酬劳 为五枚剑印 良好品质的再加五枚 陆璇总共获得五百一十枚剑印 买一枚四品灵种后 还能余下不少 待在宗门的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两月过去 这段时间里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洞府 培育灵职 饲养灵兽 闲暇至于修行一下功法 炼制几炉丹药 日子过得简单又惬意 外界风起云涌 纷纷扰扰 都与他无关 灵田里 他施展地影树 灵壤发生细微变化 一道道细长裂缝出现 陆璇打开一个精美玉盒 从里面取出一枚 眉形如无瑕露水的灵种 一一放入裂缝中 他已经与丹殿 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模式 在上一批预露果成熟后 丹殿从私农店里 又弄来二十枚 委托给陆璇种植培育 陆璇自然不会拒绝 送过来的光团奖励 欣然接受 种下所有灵种后 他施展灵羽树 丝与履与 渗入灵种里面 尽情滋润着灵种 旁边灵田里 从黑心城里 移植过来的水银草长的 更加茂密旺盛 从细长叶片上 那闪烁不已的无数荧光 可以看出 灵植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剑草区域 陆璇摒弃凝神 睁开眼睛 眼中杀意弥漫 仿佛置身于一个杀戮世界 一道剑气击事而出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没入白骨杀生剑草当中 另外一旁 他心念一动 数到无形剑气射出 激起周围灵气 层层透明涟漪 以诡异莫测的角度 同时没入 分光遁影剑草中 在通明剑星的辅助下 两株无品剑草 都可以正常培育了 只是距离领悟 完整无品剑绝 还差得远 大概参悟出 相关剑一皮毛 他望着灵田的 两株无品剑草 心中暗暗想到 接着 又来到剩下的 两株四品剑草剑孔雀 以及青莲剑草庞 分别用剑气阵士 与青莲剑精培育滋养 这两个月里 他抽空去了一次 独属于自己的残缺秘境 秘境里众多灵芝 由于上次催熟一批的缘故 没有发现新的成熟灵芝 不过好在生长的都挺不错 每一株都是生机勃勃 让陆璇心中满意 将灵田所有灵芝精心培育后 陆璇离开洞府 来到柳宿所在山峰 陆师兄 你来了 柳宿远远便迎了出来 看到陆璇眼中闪过一丝喜意 让各位师弟师妹久等了 陆璇微笑说道 没有没有 大家都是刚到不久 还有洞府隔得远的同门尚未过来 柳宿连忙说道 陆璇跟在他身后 来到一处幽静雅致院落 回宗后 熟悉的阁谱 火灵儿以及沈夜等 都很少看到身影 陆璇偶尔过来柳宿这里 与一众灵职师同门聚一聚 也算是多一个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 他这一个长距的小群体 或许是修为普遍较低的缘故 离开宗门的只有小部分 大多与陆璇一样 不到万不得已 不去黑魔渊 冒险争夺机缘 陆师兄 陆师兄好 众人见到陆璇 纷纷热情招呼 与他 实在是陆璇 以灵职师的身份取得的成就 太过匪夷所思 因此 变成了一众灵职师的 钦佩仰慕的对象 十多人围坐在一起 品尝着灵果灵茶 交流着培育灵职的经验教训 聊着聊着 自然说到了妖魔入侵 黑魔渊沦落这一事情上 我听近日回宗的师兄说 死在黑魔渊里的修士越来越多了 宗门里 便有好几个住击师兄 陨落在里面 那些妖魔竟如此可怕 可怕是可怕 不过据说有很多修士 从黑魔渊冒出的秘境里 获得不少高阶宝物 还有那些妖魔 一旦杀掉一个 身上的材料 可都是价值连城 听说剑堂的周七师兄 在一处秘境里 获得一件无品法器 真是献煞我眼 周师兄是剑堂弟子 见到精湛 修为远在你我之上 能获得一件无品法器 也是情理之中 话虽这么说 该羡慕还是要羡慕的 要是我也去了黑魔渊 也不知能获得什么机缘 仲修士讨论着 从各处听来的消息 言语间似乎有些遗憾 怎么没有跟着 一起过去 不然不会错过 那么多莫大机缘 陆璇坐在一旁 沉默不语 不为所动 他心中想法 早已无比坚定 有白色光团的存在 只要察觉到有一丝风险 他就宁愿待在宗门里 培育灵殖 收获光团 除非有着极大把握 又不得不去获取某些宝物 他才愿意去冒一点点风险 闲聊之后 他回到洞府 来到屋里 取出用千年悬生 灵乳滋养的 水银草灵种 将灵种取出 尝试着种入灵田里 水银草 二品灵殖 易变灵种 受百年冰破 千年悬生灵乳等宝物诱导 产生未知变化 水银草 灵种还是易变状态 没有产生质的变化 进阶成三品灵殖 陆玄神色如常 感慨道 将二品灵殖 改良成三品 非一朝一夕之事 哪怕他能及时了解灵种状态 定向右变 依旧需要相当长时间 才可能成功 未知灵殖 三品 由二品水银草灵种 又便改良而成 蕴藏浓郁生机 成熟后灵殖 还有一丝纯净冰属灵力 可以作为能提升灵力的 丹药的主要材料 也可以辅助修炼 某些五行水属术法 终于成三品了 陆玄喜出望外 在有先前晋升助击 灵荫草光团里 修为奖励大大减少的经验后 他吸取教训 未雨绸缪 许久就着手 开始诱导二品水银草 多次实验后 终于改良成功 蕴藏一丝冰属纯净凌厉 就叫你冰银草吧 他轻声说道 按照先前的经历 若是突破到结单境界 二品的水银草光团 修为奖励将大大减少 与晋升新境界 需要的海量修为相矛盾 现在有了这又变成功的 三品冰银草 等突破到结单境界 光团修为奖励 应该不会像二品一般 少得可怜 陆玄在心中沉思道 接下来要做的 便是将右边的灵种 培育成熟 实验白色光团 能带来多少修为奖励 此外 就是尽量想办法 弄到更多的冰银草灵种 他望着手中灵种 感慨到 新的灵种与之前相比 有了些许变化 湛蓝细长灵种表面 有着许多雪花状的淡蓝花纹 拿在手中 能感觉到一股冰寒气息 渗入肌肤 他小心收好冰银草灵种 继续查看 剩余右边后的灵种 最后 总共找到五枚冰银草灵种 其余灵种 要么在一次次 右边过程中 沦为废种 要么被陆玄再次用来右边 看能否得到 更多冰银草灵种 虽然说这样希望渺茫 但为了能获得更多改良灵种 陆玄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的 这日 他来到剑堂 打算将先前种植出来的 四品剑孔雀 上交给剑堂 作为剑堂弟子 他可以向剑堂 申请这株剑孔雀的拥有权 不过 陆玄已经有了五品 分光炖饮剑草 不想将机会浪费在 四品的剑孔雀上 还不如用来换些剑印 出入剑堂的弟子 要比往常少了许多 陆玄没看到老熟人 沈夜的身影 便自己找到一名认识的剑堂高层 将剑孔雀交给他 在那名师兄的满意神情中 他获得五百剑印 作为培育剑孔雀的酬劳 正要离开剑堂时 他临时敏锐 察觉到不远处 两名剑堂弟子的讨论声 周师兄也太惨了 受了那么重的伤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是啊 本以为得到五品宝物 是天大机缘 却没想到突生意外 被妖魔围困 这么看来 得到那叫五品法器 也不知是福还是祸 周师兄 五品法器 陆玄立马联想到黑星城的周琦 两位师弟 请留步 刚刚偶然听到两人讨论 不知师弟口中之人 可是建堂周琦周师兄 陆玄喊住两人 问道 没错 正是那位周师兄 一名青年修士点头说道 周师兄是遭遇到什么危险吗 似乎有些严重 周师兄前几日被杰丹师叔送回宗门 情况很不乐观 据师叔说 他在黑魔冤里 碰上几头邪义妖魔 擅长神魂攻击邪术 防不胜防 周师兄神魂因此受到重创 大部分时间陷入昏迷之中 偶尔苏醒过来 也是一副丧失神志的疯狂模样 治愈神魂的宝物本就稀少 何况是师兄那种情形 试了好几种方法 才恢复些许 宗门有擅长此类治愈术法的师叔看过 可能要数十年 才能完全清醒过来 期间还有不小异化风险 两人向陆玄说道 言语间有着 对周琦的莫大同情 花数十年去治愈神魂创伤 修行意图基本已经走到尽头 哪怕是无凭法器 也无法弥补其中的损失 代价确实太大了一些 陆玄附和一句 虽然他先前怀疑过周琦 用虚空眼目监视了他一段时间 但最终确认没有异常 加上黑心城里 周琦对他还算客气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有些惋惜 擅长神魂的妖魔 好在我有无品轻浮与医护体 若是碰上完全不惧 甚至还能用同为无品的刺神 追反攻 嗯 手段还算丰富 他回到洞府 想着自己碰上这种情况后 该如何应对 嗨 想那么多干嘛 总不能在宗门里 有遭遇那类妖魔的可能吧 想到这 陆玄不由地笑道 反正他就待在宗门 苟到天荒地老 周琦身受重伤的消息 很快被他抛之脑后 他全部心神放在灵天里 众多灵职上 无暇顾及其他 只有在外出时 才从柳肃等人那里 听到各种消息 这日 他正灵天里巡视 查看众多灵职 动 突然 一道悠扬深沉钟声 在宗门里响起 声音传遍所有山峰洞府 一连九道钟声 声音里有着浓郁悲凉之情 陆玄站在灵天笼沟里 棱在原地 想起了进入宗门时 了解到的宗门规矩 这九道钟声 意味着宗门有重要人物 陨落 果不其然 一道苍老声音 在他耳畔响起 本门清虚真人 杰丹两百余年 于黑魔渊 陨落妖魔之手 众弟子莫哀 杰丹真人陨落了 陆玄心中大害 他站在原地 莫哀片刻 脑海一直过了许久 才恢复清明 他与这名陨落的 清虚真人 有过一面之缘 宗门真传阁谱 曾经介绍陆玄过去 真人由于要参悟一部 神通法门 看他擅长培育灵植 又拥有那处残缺秘境 便让他代为培育 五品灵植 清净琉璃茶 没想到 居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 陨落在黑魔渊 据他所知 清虚真人 进入结丹境界已有多年 有着结丹中期修为 金鱼丹 福之道 实力强大 能让一名 结丹中期真人陨落 侵入此界的域外妖魔 竟然可怕到如此地步 陆玄心中 思绪万千 清虚真人 让他代为培育 五品的清净琉璃茶 陨落后 若是没有至亲 轻传过来 向陆玄讨要 那很可能就此便宜了陆玄 可他心中却没有丝毫窃喜 神情无比肃然 他原本以为 在有着宗门庇佑 以及众多五品宝物后 自身安全 已经得到极大保障 可现在看来 却不是那么稳当 域外妖魔能轻松干掉 一名杰丹真人 那再强大一些 数量再多一点 有没有可能打上宗门 干掉原音真君 自己若是碰到那些强大妖魔 又该如何应对 凭借手中宝物 或许有着相当于 杰丹前期修士的实力 可杰丹中期 真人都生死倒消 他一下子没有了多少底气 种个田都不让人安生啊 陆玄轻声叹息一句 现在只能看修行界 以及宗门能坚持多久了 至于我自己 先不去想那么多 天塌了 有个子高地撑着 安心种田 收获高品节奖励的光团 才是正道 他虽然如此想法 可杰丹中期修士陨落的消息 在他心中 却像是一根刺一般 时刻提醒着他 让他滋生出一种 若有若无的危机感 望了一眼灵天里的众多灵职 那种危机感才淡化不少 不断培育 让自己处于忙碌状态 无暇再想其他 转眼半月过去 一枚传讯符路 飞到他洞府外 陆师兄 这段时间 修行界发生三件大事 本宗的一处驻地前阵子 有一头灾籍斜碎路过 杀性大发 将驻地里面所有修士杀掉 据进入驻地的师兄讲 修士血肉都被吸干 只剩下一张张干瘪皮囊 极为惨烈 八千里外的沁海城 遭受大量异化妖魔袭击 其中隐藏着 树头域外妖魔 城池破灭 死伤无数 逃出来的修士 实不足一 万寿门数日前 门下有大量灵兽丧失理智 疯狂攻击门内修士 为首的有三头五品灵兽 死伤筑机修士 不下十人 损失惨重 形势越来越严重啊 陆璇喃喃自语道 他甚少外出 为了能及时获知 修行界各种消息 他便特意嘱咐柳素 帮他留意一下 一旦有重大事情 尤其是与本宗相关大事 汇总后 第一时间告知于他 他内心中产生一丝轻微焦虑 回到院子里 取出正在诱导 改良的水银草林种 除了上次的五枚冰银草林种 又新得到两枚 其余都已经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 七枚冰银草林种 希望成熟后 能带来足够多的修为奖励 陆璇小心将林种收好 当前局势不妙 他并没有急着将它们种下 这日 他正在山峰上 培育弥仙桃 弥仙桃已经揭出 繁蜜粉红桃花 在底下如云如烟的 生红瘴气的衬托下 愈发显得娇艳迷人 周围一片区域 似乎弥漫着一股迷你气息 陆师殿 可在洞服 突然 一道熟悉声音穿过阵法 在他耳畔响起 正是与陆璇交情颇深的宗门真传 葛普 陆璇脸上浮现一抹喜意 连忙迎了出去 阵法外 身穿一袭白衫的葛普正 静静浮在空中 气质飘渺出尘 仿若折仙 身旁阴阳灵气萦绕 黑白双瞳更加深邃 气息如渊如海 深不可测 葛师 该称一声葛师书了 恭喜葛师兄 突破至结单境界 陆璇先是一愣 旋即恍然大悟 葛普正明 结识多年的真传 顺利晋升到结单境界 两人认识时 他距离结单 就只有一线之隔 历经多年 重重磨难 终于跨越那一道天欠 陆璇由衷地 为他感到高兴 陆师殿 你我不必如此客气 互相间 还是师兄弟相称便可 葛普俊秀脸庞上 露出一丝微笑 能突破到结单境界 其中有陆师弟 你不小功劳 他感慨道 陆璇早在许久前 就帮他解决 那对上古异兽 阴阳昆虞的孕育问题 让修炼阴阳之道的他 从中受益匪浅 领悟到本源功法 后面在多宝楼里 还告知他圣阴丹的消息 使他提前做好准备 将能些微提升 结单成功率的 圣阴丹拿到手 因此他心中对陆璇 有着深深感激之情 好 那我就按照以往 称你一声师兄 陆璇打折随棍上 不客气地说道 对了 可师兄 今日怎么有空过来我这脸 以你结单境界的修为 应该在黑魔渊里 猎杀那些妖魔邪碎才对 他疑惑问道 回来一下宗门 便顺便过来看看师弟你 至于妖魔邪碎 那些东西可是杀不尽的 格普语气有些无奈地说道 局势已经这么严重了 陆璇神情一领 没错 据我所知 又有一批域外妖魔 突破空间屏障 从黑魔渊深处钻出 与之前相比 那些妖魔更加强大 甚至有不少相当于 原因真君的存在 整个东荒 恐怕不需要多少年 就沦为妖魔肆虐之处 宗门里的原因真君 在见到当前局势后 权衡再三 做出千宗决定 千宗 陆璇师生说道 语气无比诧异 似乎听到什么匪夷所思的事一般 天剑宗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竟然想要千里 没错 若是在留在东荒 与妖魔殊死搏斗 很可能会导致 整个宗门里的修饰 全部覆灭 格普神情冷峻地说道 可这里到处都是妖魔邪碎 又能千里到哪里去 陆璇心情平复下来 疑惑问道 陆师弟 本宗有不少核心机密 只有真传 甚至结单修饰才能知晓 你我相交莫逆 今日便告诉你一件密文 天剑宗在云须域内 是属于前列的大门派 可却另有来头 追根溯源下 乃苍蓝界数一数二的 剑道宗门洞玄剑宗的一条分支 相传数千年前 洞玄剑宗一名化神修士 前来建立 虽然隔着不少介遇 可还是保持着一些联系 掌门师叔与几位太上长老决定 静气内回归洞玄剑宗 格普沉生说道 宗门还有这种密文 不过 师兄过来提前告诉我 是想让我做好准备 陆璇有些纳闷地问道 格普脸上笑意收敛 摇了摇头 有资格回归主宗的 只有极少数 五名元英真君 十八名杰丹真人 十六名真传弟子 以及十多名元英至亲 所以 我以及其余同门 是被放弃的对象 陆璇听到这 心中不由地冒出一股寒意 不是放弃 是另有安排 尤其是师弟你这种宗门重要人物 更会作为火种 期待有朝一日 能大放光芒 师兄请讲 陆璇平静说道 穿梭界域 会面临无数风险 各种空间乱流 裂缝 无处不在的刚风 拥有毁灭力量的雷劫等等 哪怕是杰丹真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 也只能勉强自保 稍有不慎 就会命丧其中 只有元英真君 或者空间类质保 才能比较安全地 在其中穿梭 但元英真君庇护的修饰 数目有限 仅仅数人 因此 宗门讨论后 决定将门内真传 以及真君至亲带过去 至于其余同门 哪怕是元英真君的后裔 也只能送去另想他法了 陆璇听到这 心中这才平衡许多 那宗门是如何打算安置我等 他向格普问道 借助镇堂内的古传颂大镇 将陆师弟 你们传颂到中州大陆去 中州大陆 可是那修行圣地 陆璇若有所思 他虽然甚少外出探索秘境 可对修行界的一些基本常识 还是了解 天剑宗位于云须域东荒 位置相对偏僻 而中州大陆 位于云须域中心 比整个东荒大了十倍不止 里面坐落着大量强大宗门世家 秘境 伏地无数 是许多修士心中的修行圣地 不过 两处地域之间 有凶险之地隔绝 很少互通有无 没错 东荒由于黑魔渊深处 空间屏障破损 域外妖魔趁虚而入 而且有着逐渐蔓延的趋势 不再适合修行 可中州大陆就不一样 两地之间 有各种险决禁地阻隔 妖魔很难通过 再者 中州大陆的强大宗门 要比东荒多了数倍 甚至不乏化神大能的存在 哪怕有妖魔侵入 也能轻松解决 起码数百年内 不用担心 妖魔会占据中州大陆 因此 宗门决定 将门内大部分资源分配给内门弟子 再分批输入到中州大陆 在中州大陆相对安全的环境下 若是修炼有成 还有着回归苍蓝戒动 玄剑宗的可能 陆玄文言 点了点头 只有内门弟子 那门下那么多外门弟子 该如何妥善安置 他突然问道 古传颂大阵 不比普通传颂阵法 对于修饰神魂 肉身都有不小要求 炼器修饰使用阵法的话 很可能会迷失其中 所以宗门会分给那些 炼器境界的内门弟子 一些丹药法器 看能否在妖魔侵占前 突破到助击境界 离开东荒 原来如此 看来我还算比较幸运的了 陆玄无奈苦笑 对了 葛师兄 我还有一处不明 据我所知 有一类空间宝物 里面可以装入灵兽灵职等 若是将门下弟子装入其中 可否带着穿梭界域 前往洞玄建宗 他想起了自己那件 从光团里开出的 无品宝物 掏虫囊 空间宝物极为稀少 能够带着穿梭界域的 那就更加凤毛麟角了 只有那些强大法宝 才有可能 寻常空间宝物的话 在穿梭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 空间乱流的影响 从而被毁 里面的修饰 可能会因此全军覆没 格普耐心解释道 陆璇点头 表示明白 多谢葛师兄过来 告诉我 这样一个惊天秘文 能让我有更多时间 去做准备 他向格普施礼道 应该的 只是还请陆师弟先保密 免得引起同门恐慌 格普温和说道 师弟我绝不会 让我俩之外的第三人知道 陆璇郑重沉默道 对了 格师兄 你还记得 先前带我去 清虚师叔一诗吗 师叔委托我 培育一株五品的 清净琉璃茶 现在他不幸离世 那株五品灵职 还如何处理 他犹豫一下 向格普问道 据我所知 清虚师叔一生畏曲 没有留下子嗣 只有几名 有过师徒之情的 助基同门 不过 都不是什么清传弟子 五品灵职 落入他们手中 也是浪费 这样吧 陆师弟 若是有人过来询问 向你讨要那株五品灵职 你就说我已经做出安排 他若是有意见 可以过来找我 算是回馈师弟 助力我突破 结丹之恩 格普一把拦下 所有责任 十分潇洒地 向陆璇说道 这 多谢师兄 陆璇愣了一下 再次向格普表示感激 格普离开后 他站在原地 许久未动 脑海里 还在消化着格普 带来的惊人消息 看样子 得离开宗门 独自去中州闯荡了 再听到宗门 元英真君舍弃自己 前往苍蓝界后 陆璇起初有些不满 可在格普解释后 那些不满 也就烟消云散 穿梭界域 有着重重风险 哪怕是杰丹真人 也只能勉强自保 元英真君可以庇护几人不等 肯定会优先选择自己至亲 以及门内真传 一个体内流淌着元英真君的血脉 骨肉相连 一个天赋一柄 潜力巨大 有着杰丹 元英的可能 而陆璇 虽然展现出无与伦比的 灵直师天赋 可在宗门高层眼中 天赋一般 潜力有限 只能另做安排 送入中州大陆 不过 看葛师兄所言 自己也算是宗门火种之一 也不知道能分得什么资源 大抵是与灵直师有关 目已成舟 陆璇只能苦中作乐 在心中乐观想到 嗯 当务之急 是要将洞府 残缺秘境 以及建门镇阴间小院里的 众多灵直 收入掏虫囊里 幸好葛师兄事先提醒 不然百忙之中 难免有疏忽之处 此外 最后去私农店 多弄来一些灵种 以及宁种之法 还有丹店 看能否再习的一两种 高品阶丹药炼制之法 陆璇很快理清 自己在离开宗门前必做之事 他来到镇堂 借助镇堂传送镇法 来到残缺秘境 可惜这么好的一处秘境了 还没种植多少年头 就不得不将里面的灵直移植走 陆璇感慨一句 将里面的众多高阶灵直 小心挖出 一一收入掏虫囊里 六品的凤凰木 已经培育多年 生长势头良好 同为六品的原磁灵木灵种 由于培育条件不足 只是将灵种 放在残缺秘境中 保持其生机 五品灵直 催熟一株 还剩两株的龙海草 清须真人委托培育的 清净琉璃茶 与佛门相关的金刚菩提 白玉晴天元 交给他的新原果 四品灵直 地黄枣 赤燕葫芦 七禽豆三种 临走前 陆璇想了想 将种植赤燕葫芦的 沿途刮下 同样收入掏虫囊中 又取出大量白玉瓶子 满满成了上百瓶 幽泉玲玲 同时还不忘 将用来培育 金刚菩提的浮魔 绝给带走 秘境是宗门所属 我只是拥有使用权 加上不得不前往中周 后面很难进入其中 所以 除了一只灵直外 别无他法 若是自己拥有一处 独立完整的秘境就好了 陆璇回头望了一眼 懵懵懂懂 欢送自己的木妖灵 感慨到 心中升旗 想要占据一处 秘境的强烈冲动